河南京县中国第一凶木 两千年来先后被盗101次 盗墓贼试图盗走墓中宝藏 最后却无一人得逞 还有将近一半的盗墓贼 命丧于此 成为了陪葬品 这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古墓 为何会如此凶陷 有人说墓中有鬼 也有人说流沙吃人 有尽无出 神秘的千年古墓 到底暗藏多少机关 墓中又有多少 其真一把 竟能让盗墓贼不顾性命 也要盗挖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下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 中国第一凶木之谜 河南上菜县郭庄村 有一个名叫龙岗的小山丘 传说这里是古代一位 王侯的沉睡之地 里面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马 还有一个黄金打造的大金帝 从古至今 无数盗墓贼都想从这里捞点宝贝 但是无一不是煞鱼而归 甚至还丧命于此 渐渐的就有传言说 这座墓中有流沙吃人 凡是盗墓者 必定有尽无处 而这座墓也被人们称为 第一凶墓 但是财博动人心 就是有不信邪的人 妄想得到里面的宝贝 从此衣食无忧 2004年12月15日 巨大的爆炸声 惊醒了河南上菜县 郭庄村 熟睡中的村民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赶到了村子东边 名为龙岗的小山丘 一番寻找之后 村民发现 地下多了好几个大洞 周围还有爆炸的痕迹 事关重大 村民们马上将此事 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 陶谷人员马上赶到了龙岗 然后对这里进行了探查 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这个古墓的规格极高 面积也非常庞大 考古人员猜测 这下面很有可能是一座 仅次于帝王级的古墓 但是旁边的稻洞 也让考古人员心里有些不安 昨天一晚上的时间 这些盗墓贼究竟有没有得手呢 考古人员觉得 他们的动作应该没有这么快 于是马上对这座古墓 进行了抢救性发授 但是随着发掘的身 考古人员的心肿 不由得一沉 只进古墓之中 密密麻麻加起来 足足有二十多个盗洞 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 这座号称 第一凶墓的古墓 会不会已经被 前赴后继的盗墓贼 翻空了呢 咱们上菜最少 就我所知最少挖过四个大墓 而且比这规模稍小一点 最好的结局是挖了一个顶腿 青铜顶腿 这个有别的墓藏了 甚至是卫生墓 这个来说就是基本上是 你不发掘吧 说的是个大墓 你发掘了 那你这个基本上是得不偿失的 就在大家失望不已的时候 有位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场 在这些盗洞的深处 他竟然发现了沙子痕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传言是真的 还是说墓中有什么玄机呢 考古人员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加快了发掘工作 结果令他们震惊不已 在这座墓葬之中 竟然全部填满了沙子 而且在墓室的两边 还出现了阶梯状的东西 在考古人员 以往的考古生涯中 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奇怪的古墓 甚至还有人说 这下面根本就不是一座古墓 而是古建筑遗址 为了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考古专家查阅了许多资料 终于找到蛛四马迹 河南上菜县郭庄村 京县中国第一凶 历代有八十多位摸金校尉 未到墓中宝藏 惨死其中 如今却被现代盗墓贼 轻松破解 还嚣张地留下了水瓶 和尿素编织带 让专家气得破口大骂 难道墓中的宝贝 全被他们搬空了吧 这究竟是一座什么墓葬 竟能让摸金校尉 命丧于此 原来盗墓贼盗挖的 并非平常古墓 而是古代一种 特殊的墓葬 击沙墓 所谓的击沙墓 就是用沙子 代替土埋葬墓穴 因为沙子的流动性很强 所以不管盗墓贼 怎么挖洞 周围的沙子 都会很快将这个盗洞填满 除非是像考古人员一样 从上到下 把所有的沙子 都清理出去 而且 他们还会将石块 掺在这些沙子之中 盗墓贼一旦大力 进入盗洞之中 这些沙子 就会缓慢流动 然后将洞口堵住 导致盗墓贼 窒息而死 运气不好的 还会被石块砸死 对啊 就算盗墓贼能够拿到宝贝 也带不出 这个墓穴 我是在书本上 听说过有这些 流沙大墓 国内啊 就是包括汉代 战国 这两个时代啊 不超过五座 就是 鸡石鸡沙墓上 觉得鸡石鸡沙墓上 是这个很罕见的 但是 因为鸡沙墓的工程量 非常庞大 而且主要作用 是防盗 假如这真的是 做鸡沙墓 墓主人的身份 必定不一半 而且和村子里的传说 倒也能对得上 这也说明 墓中的随葬品 很有可能 还没有被盗聚 得出这个结论 考古人员 兴奋不已 随着发掘的深入 墓室之中 不断有盗墓贼的遗骸出现 数量甚至达到 八十句 考古人员 不由得砸舌 看来这座梦 还真有点邪门 当他们挖到地下 十几米深的时候 整个墓室的规格 也完全展现在 人们眼中 墓室称甲子形 长二十五米 宽十七米 形至 只比帝王 第一级 继续往下发掘 沙子之中 逐渐出现了一些 巨大的石块 摆放的十分规则 这些石块的出现 令考古专家确定 这就是一座 鸡煞木 他们瞬间对这座梦 充满了信心 考古人员将这些石块 编号之后 就开始 艰难地 清理工作 因为石块沉住 考古人员费了好大劲 才清理完毕 然而还不等 他们松口气 噩耗 却再次传来 在墓室的西南方 赫然出现了一排 摆放规律的木板 这些木板 被搭建成了 上旁的模样 而里面的东西 更是让考古人员 大惊失色 一些矿泉水瓶 和尿素编织带 被随意地扔在里面 说明这些东西 不是墓中的机关 而是盗墓贼留下 考古人员经过研究 也终于破解了 这些木板的用处 原来这竟然是用来 破解击杀木的机关 他们借鉴了 煤矿向道的样式 用木板 搭建了一个通道 以此来抵挡流沙 看到这里 考古人员也不由地惊叹于 盗墓贼的起思妙想 但是想到墓室之中 可能已经被他们翻空 考古人员瞬间 冒出了一身冷汗 这次考古经历过一波三折 难道还是要 无疾而终吗 然而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考古人员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墓室西面的流沙 还很平整 没有遭到倒局的痕迹 而且根据他们的勘测 墓主人的棍果正好在西面 这个发现令考古人员 欣喜若狂 而接下来的发掘 更是欣喜连连 河南发现中国弟兄 被盗101次 仍完好遂 墓中出土上千件 珍贵文物 但是墓主尸骨 却离其消失 最后只剩下半边头盖过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墓中珍宝仍在 唯独墓主尸骨 惨遭毒手 在考古人员的清理下 一件原形玉宝 首先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 上面刻满了精美的花纹 随着这件器物的出土 考古人员像是被打通 人夺耳麦一样 龙耳方胡 青铜生顶 玉柄青铜剑等 精美的玉器 青铜器 金箔 一件件出现了 他们的眼前 总数量多达上千件 通过这些器物 考古人员推断 墓主人的身份 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的高级贵族 但是更加详细的身份 还要看墓主人的棺果之中 会不会出现 什么线索 但是 令考古人员疑惑的是 发掘进行到现在 他们已经离地面 二十多米 却还是连墓主人棺果的影子 都没见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想到墓主人严密的防盗措施 考古人员猜测 难道是墓主人的棺果 还隐藏在 更下面吗 于是 发掘工作 继续进行 突然 沙土之中出现一个诡异的红色图案 考古专家一眼看出 这正是楚国贵族棺果上 常用的图案 看来 这就是墓主人的棺果 考古人员小心翼 打开棺盖 棺中的景象 却让他们傻了眼 只见 棺果之中 散落着半边头盖骨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有 其他东西 难道墓主人的棺果 还是遭到 盗墓贼的毒兽吗 考古人员经过清理之后 在棺果上发现了一个龙形图案 经过对比 这个图案 与曾经发掘的楚国王子棺果上的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 棺果之中 再也没有任何线索 考古专家 通过墓中的随葬品和规格推断 墓主人很有可能是楚平王的孙子 因为楚平王这个是死后 这个被吴子虚 这个记载的被吴子虚 这个把尸体挖出来 鞭尸三百 震动天下 他就是为了防止这种 才建立了这一个防卫森严的隐秘大墓 但是 从他棺果之中的半边头盖骨来看 显然墓主人还是遭遇了毒手 你觉得墓主人会是楚平王之孙吗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